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下载解压说发现,打开来出现这个画面 它的叙述你稍微看一下 字很小,不过它意思是说,重点就是它找不到Java 它说Java的Runtime Environment 就是因为Equibus是用Java写出来的 它因为找不到Java的执行环境,所以它Runt不起来 那怎么办?非常简单 我这个懒人包已经帮各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Java都在这里,只要你怎么样 把底下这个R&I按右键编辑一下 把它的第二行的路径改成正确的 比如说你可能回到家,因为我预设是C嘛 可能你到家可能放D的话 那你就改一下,改成D,要把它存档 那这个时候你点开,就没有问题了 OK,应该可以啦,反正大概就这样的问题 所以待会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复制刚刚的懒人包的话 E,请你直接到网路这边,最下面找一下有没有R303T 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打也可以 反斜线,反斜线R301,有没有 然后就找到这边 然后直接怎么样,直接就是301 然后直接就连到我这边来 然后把这两个直接把它怎么样 直接把它做那个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直接把这个复制到C点,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 OK,第一个单元里面我刚刚已经做了练习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页数 你可以把游标移动到最右边,它会有个几页吧 所以我以后告诉你说我上到哪里 你只要看那个地方就好了 OK,比如说刚刚的话是第六页 第六页的画面 这个地方就有设定了 所以 刚刚如果你没有设定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preference 里面 pydif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 然后browse一下 跟他讲说我的python是在这里 开启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要设定,应该设定过了 apply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 如果正确应该会有这个exe 然后 接下来的话就新增专案 那怎么新增专案 这边注意哦 因为我们要写 程式之前,你要先 第一个先给workspace 进来就是workspace 第二个的话呢就新增一个专案 那以后的话记得哦,在专案底下写模组 也就一个专案你可以写非常多的模组 那一个模组呢,等于就是一支程式 OK,所以哦,那我们要先给他一个专案名称 那怎么建专案,特别注意哦 一,请你在new file上面 有没有,放了一些档案 然后new 有没有 new的话特别注意哦,专案的部分哦 不过另外跟各位提 提一件事哦,之前就有同学哦 可能说老师我的英文程度没有很好 这上面可不可以不要英文的,可不可以有中文的 OK 跟各位讲哦,如果你需要中文 他不是中文版 他是中文化版本 就是上面的讯息80%是中文的 不会英文的话 有没有 因为之前有同学 所以我是属于那种 有求必应的那种老师 所以我就 帮你们做好了,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到哪边找 云端白板里面 上面这个 安装环境 各位有没有发现懒人包里面呢 有一个多一个是什么呢 刮户TW 那所以如果你下载这一个 那你按右键解压缩,一样是解压缩字 那他就会在我们的 根目录底下 会多一个什么呢 这边 多一个目录就是刮户.tw 那会不会有冲突 不会有冲突 两个可以并存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我这个把它关掉 我要把它变中文化 你把它打开,一样执行这一个 差别只有是 中文化的版本 其他没有变 哇 中文的 OK,启动 那学习上面都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你习惯用中文 你就开中文 你习惯用英文的 那你就用英文 不过我上课 基本上我会用英文的版本 OK 那你会发现上面 这些 有没有 大部分的讯息 都会是中文的 可是 有些他没有完全100% OK 所以这边的话都是中文的 OK,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 看个人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解压缩 另外的话 因为这个是属于 环保软体 我刚刚提 好处就是 不用安装 而且我蛮喜欢它的一点是说 它的 档案还蛮小的 如果你假设你希望 在另外一台电脑也可以写 Python程式的话 那你就把它解压缩 做一样的事情 那一台电脑又可以写 Python OK 随时随地 你想要写什么程式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马上就可以开始做了 不然的话 像有些 软体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变成说 它光安装环境 可能就要跑个至少 没有半个小时 也可能跑不起来 像那个微软有一个开发环境 Visual Studio 光安装就装到真的是地老天荒 还没装完 而且装完之后 你的硬碟突然就变很小了 因为它装了至少 之前装过30几GB了 天哪 不知道装什么东西 可以装这么多 怎么塞都没有塞那么多 对不对 影片的也没那么多吧 不过 这个就很环保 这个恐怕 都没有它的 一点点 所以这个好处在 再来的话 第1个设定完了 第2个的话 我们要新增专案 如何新增专案 特别说 New 特别说 不是Java的project 它是project 没错 因为我讲过这个环境本来是写Java的 我们只是借用来 写python 所以 记得找到 其他的 New一个order 然后呢 记得有个外挂叫 拍地步 所以你打开之后 专案在这里 project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我们开专案只要开一次就好了 以后的 程式呢 就用module 也就是所有的module 都把它写到这个专案里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开一个专案 把 所有的程式 一支程式就一个module 就写在下面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然后来试一下 New一个 下一步 那里面填什么东西呢 也许你就填一个podule 如果不知道填什么 就填一个test 然后呢 底下的话大概改几个地方 这个版本 Volution部分 3.7 1 2 3还有个地方 Create src 这个可能要选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大概就是改这个名称给它 那版本大概选3.7 记得这个最重要 这个从学常常漏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create src 变成你少了一个package的目录 套件的目录 那当然你也可以手动 不过问题会比较多 我是建议选这个 以后就不用再另外再增加一个package 记得create src 按finish就好了 1 2 3 4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会问你说要不要open 你remember你把它open 可以 open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有一个专案出现了 而且 你把它展开了 特别是他预设src在里面 所以你src按右键 点一下 有没有 然后呢 src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以后要写 程式的话 记得有专案有src 请你在src的上面按右键 以后的话写程式的new new一个module就可以了 那以后反正写一支程式 就new一个module 写一个程式的new一个module 一直往下写就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写第一支程式好了 写什么 我a 假设版 我们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式 把a等于 a等于3 b等于5 然后把a加b的结果print出来 这很简单吧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说 怎么做 第一步先建了一个专案 在这上面呢new一个module 那module的名称也许我随便取一个名称叫 Python的p1 OK 类似像这样的名称 按finish finish 那这个时候它会在src 产生一个p1.py的一个模组 按finish OK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这个啦 所以你就 这个template要不要 这个什么样板 样板不要 cancel掉 当然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你按cancel也可以 把它cancel掉 接下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你的 Py 党 就是一个那个python的程式 一个第一个模组就写完了 它的名称叫p1 副党名叫.py OK 在src底下 那我们就写简单的程式啦 比如说 a这个变数 它里面就放一个词叫3 3的一个数字 Enter一下 b等于5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把 a加b的结果放在ans底下 ans 等于什么呢 a加上b 那如果我要把结果列印出来的话 那我就按一个print print就是 这个今天你打一个p它有个print 你用选的Enter一下 那把什么 把ans 把它输出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其实它道理很简单 就是把3这个数字 预先放在a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b也是放5 那不过特别注意 python有个特性 它的变数 不需要先宣告 不用宣告 太好了 以前光要宣告变数就一堆 像java每一个都要宣告 而且除了要宣告之外 还要给它的资料形态 那python 第一个不用宣告 可是呢 它的资料形态就是说你当你第一次 放一个数字给它 那这个变数呢 就是一个数字的变数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放的是文字给它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的变数 反正你第一次放什么它就是什么就对了 OK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e-sale也蛮像 e-sale储存格你随便丢什么都可以嘛 所以这个也符合一个特性 就是我之前刚刚跟各位讲那个 大数据有没有 的定义里面 资料来源也不确定 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我今天产生的资料是一个数字呢 还是一个文字呢 还是一个日期 如果说像以前的那个程式 你要先宣告 那你已经宣告了以后如果换个资料过来 那怎么办 你又要再另外再宣告一个变数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嘛 OK 这个当然它就是随时可以 你要放什么就放什么 没关系 OK 我可以配合你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 新一代的程式 那个配合度就很高 OK 就是说很多地方都不用特别 还要再去定义什么 但是有个问题 最后把它print一下 怎么print 特别是 写好了 再来怎么执行 很简单 上面不是有一个执行 按下去 不过它会先问你说要不要存档 有没有 你要不要存档 那我们当然 先run 然后ok 帮我存档一下 他问你要不要save ok run了之后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边 会有一个 结果出现 8 有没有 那没错啦 不过这个太太easy了吧 感觉比小学生 数学 不过 毕竟 是第1个小程式 但是第1个会遇到几个问题 比如说你会发现 你说 老师这个字太小了怎么办 跟各位讲一下有个小诀窍 你按ctrl键 再按加号 它就放大了 ctrl键按住再按减号 它就缩小了 可是特别注意 按加号请你不要按数字键的加号 要按那个上面的 数字键的加号不行 你要按那个上面的加 跟上面的减 等下可以试试看 这个技巧很棒 因为 有时候我们写程式 预设的姿态小 你光看就看得很 很吃力 所以你放大一下 这样应该看得懂吧 所以待会试试看 执行 OK 所以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1 建一个新专案 New一个什么 Other 然后呢 PyTip的这个地方 的project Next的时候呢 1 2 有没有 3 Finish 然后呢 在这上面的src 展开 本来没有 展开 按右键 New一个 什么呢 这个module 记得 package 不用写 主要是写这个name 名称也许我叫P1 按Finish 再来把程式打上去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样的话呢 我们至少可以 开始 撰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OK 反正可以跑 那待会的话 我会教各位一些 再更进阶的技巧